刚刚给大家放的短影片 那全部都是我用AI生成出来的 如果我不告诉大家 可能大家都认为 这个是来自哪个影片里面的一个片段 它充满了一个大片的感觉 大家可以看到这里的天空 这个场景 就像是一个好莱坞的一个场景 在演某一个大片的感觉 还有这个风景图 大家可以看到了 它非常的有细节感 有小桥 还有一个河 还有夕阳 这个桥呢 它还带了一点光 真的非常的漂亮 那这个呢 其实就是我用这个海螺AI生成出来的 哈喽大家好 欢迎来到小鱼AI技术学堂 时代在进步 AI呢 也是在飞速的发展 那今天呢 我将向大家推荐一款 非常好用的一款 AI视频生成神器 它的名字呢 就叫一个海螺AI 那这里呢 小鱼呢 仅仅通过两款AI工具呢 就生成出来了 刚才给大家展现的这些场景 这些视频 最重要的一点呢 这个海螺AI呢 目前呢 它还是一个免费的 对做视频感兴趣的朋友呢 那这期视频记得一定要看到最后 那相关链接呢 我会放在下面的描述栏里 大家可以打开 跟着我一起来操作 那么接下来呢 我会用到几个关键词的维度呢 来深入的测评这款AI工具 对它的一个提示词的一个理解力 复杂的场景 与多镜头的一个呈现效果 还有人体动作的自然度和协调度 废话不多说 那接下来呢 我们就马上开始 这里呢 就会用到两款AI工具 第一个呢 就是我们恰GPT 第二个呢 就是海螺AI 首先呢 我们先打开海螺AI的官网 相关链接啊 在描述栏 大家可以直接点开 那这款海螺AI 大家可以看到 它没有出现一个英文 它是一个中文界面 它的界面呢 也是相当的简单 那它是由一个中国的一个团队 自主研发的一个杰作 它的界面啊 真的超级智能 跟我们的一个恰的GPT呢 有的一拼啊 大家可以看一下 如果说你有任何问题 也可以直接问海螺AI 那在这里可以看到 这里呢 有问题 为什么不问问神奇海螺呢 直接输入你的需求 点击N2键 发送就可以了 进来之后呢 我们这里登录一下 你可以选择 用你的手机号 也可以微信扫码登录 登录之后呢 我们就直奔主题啊 看一下它的这些界面 对于我们新手朋友们来说呢 完全可以驾驭啊 我们直接可以看到它下面的几个功能 第一个呢 是帮我写作 第二个帮我试图 它可以写作 还可以试图 这里是创作视频 这里是创作音乐 那跟我们的GPT真的有的一拼 这里呢 我就直接让GPT啊 因为这个场景 有的时候我自己 确实是 脑袋有点空 所以我就直接找GPT 让它帮我描述一个魔法场景 有无婆出现的这种啊 大家小女孩都喜欢看的这种啊 非常神奇的一个场景 这里直接就好了 复制这个 直接我们用中文来创作就可以了 这里点一个创作视频 这个界面同样简单 那这里它还有一个Discord 在Discord里面也能找到这个海洛 AI在左边这里 你可以看到一个创意描述 把我们刚才的这个描述给它粘贴过来 这个就是一个魔法场景 就是一个神秘的森林 有月亮 有银色的光辉啊 巫婆 然后P的长袍 露出诡异的眼睛啊 它处着一个木障 OK那我们就这里就直接点击 这里下面可以看到 它有一个生成视频 这里呢 还有一个提示词优化 你可以选择优化 你也可以选择不优化 这里可以看到 它呢 显示是每次可以2000个字啊 我这里是300多个字 2000字以内 所以说我们这个场景 创意的描述可长可短啊 你最高不能超过2000字 相信我们的一般的描述 不可能超这么多啊 然后直接点生成视频 OK可以看到在这个下面啊 它告诉我前面 那还有很多的小伙伴在排队啊 它说预计等待5分钟 还好排了100多位 只需要等5分钟 那这个我还是可以接受 那我看 趁着这个等待的时间呢 我们可以来看一下 它旁边有个精选 看一下 这个里面呢 是其他的一些伙伴 生成的一些视频啊 那这个平台 它会挑选一些 生成效果比较好的一些视频呢 在这里进行一个展现 那我走上来就看到这个场景 打开给大家看一下 这也太吓人了吧 这是一个什么怪物啊 正在向前爬行 身上还长了很多这种绿色的东西 那这下面能看到它的一个场景描述 我们可以复制来看一下 它是一个英文描述 翻译成中文 那里土上涂满乱化的诡异恐怖混合 动物植物 又是一个动物啊 又是一个植物啊 所以这个场景确实是有些复杂 那么我们再来看一个 那我们看一下这个 这简直也太神奇了 可以看到这个小男孩 他正在玩游戏 那没想到角色竟然跑到家里面来了 竟然还跳起了舞啊 可以看到这个角色是 突然是从电视里面穿出来的 你可以看到它下面的一个提示词 突然气氛一变 一个游戏人物 身影突然出现 冲破屏幕的约束 真的是从这个 从这个里面啊 它的这个前面的视频里面跑出来的 OK我们可以看到 它已经完成了43%了 证明这个速度比我想象中的还快 那我们再来找一个精彩的看一下 看一下这个 这也太吓人了嘛 这是个僵尸吗 这里是采用 渔远镜头的一个视角 门上面的渔远的视角啊 拍摄了这个视频 展示了行尸走肉的僵尸 正在靠近前门 它的衣衫破烂啊 可以看到皮肤腐烂 我这个天啊 这个脸上都是一个烂皮肤 那这个是 它的场景是 外面灰暗的街道上 附近房屋 屋顶的影子若影若现 僵尸犹豫了一下 然后俯身从门废中 窥视其恐怖的面孔充满了镜头的视野 啊真的啊 它慢慢的走过来 真的有一个恐怖的一个气息在这个里面 如果不说的话 谁知道这个是AI生成出来的 这里还有一个更加搞笑的 可爱的 可以看到 一个大灰狼和一只小猫咪啊 两个人同步走在梯台上 脚步都非常的一致 简直真的是太可爱了 喜欢养宠物的伙伴们肯定看到这个场景 会吸引很多人的一个眼球啊 这样的视频的话啊 你不管放在哪个平台 它都是非常受欢迎的 OK 这个场景 这个魔法场景好了 我放大给大家看一下 那可以看到 在一个森林里面啊 一个女巫 披着一个黑纸的一个长袍 看一下 戴着一个大大的帽子 这个帽子 确实是大大的帽子 盖住了半张脸 露出了一个诡异的眼睛 它手上握着一个木杖 哇 还出现了一只大鸟 看一下 这里神奇的出现了一只大鸟 这里它真的完全是去按照我的输入来帮我生成出来的一个视频 这里呢 我再来生成一个给大家看一下 还是在这个风景图啊 描语花香 直接粘贴到这里啊 非常的简单点一个生成 连比例都不用你去选哈 你只需要有一个提示 你有一个提示词就好了 建议呢 大家还是要有一个GPT啊 如果说你还没有GPT账号 描述栏呢 有一个成品账号啊 可以买来就用 那如果这里想生成一个像类似的一个这样的场景的话 我教一下大家怎么做哈 这里勾一下 来到GPT 大家可以看到 我这里用的是一个GPT4O的一个模型 那这里面可以看到O1这些模型都出来了 包括GPT4另外的一个版本啊 但是最好用我还是觉得是GPT4O 那我们直接点一个Counter加V 把这个场景给它 刚才我们截的这个图给它粘贴到这里 在下面直接 帮我描述一下这个场景图片 让它帮我描述一下这个图片上面的这个场景 点一个发送 那为什么用GPT4啊 因为它GPT4O 因为它有一个石图的功能 那么这个石图功能呢 它就能帮我们解决很多问题 当你看到什么的时候 你不知道你想要了解它图片上是什么意思 那么你可以直接发送给它 那同时呢你还可以用它来生成一些封面图 这个就是GPT4O跟其他的版不一样的地方 建议大家呢如果还没升级也可以升级 升级教程在描述栏和右上角 这里我也会放链接 你看一下 这里我们复制一下 等会我们来生成一下 看看我们能不能生成 类似的这样一个场景出来 这里我就直接把这个提示词给它删了 把我刚才这个复制 那这里可以看到如果说你想同时生成一两个视频是不可能 如果说你下面的这个视频它没有完成 那么你这个上面这个视频呢你就发送不了 只能一个一个完成了再来生成下一个 OK来看一下我们的第二个场景就已经生成出来了 那么为了对比它的一个效果呢 我这里呢还会用到另外一款工具 给它生成出来我们来进行一个对比 那这个就是我们的一个FREAK 那FREAK呢小鱼之前给大家讲过 这个呢它也是非常适合我们的新手 那你可以用你的一个想法 你可以用通过你的脚本来生成视频 并且呢里面有非常多的一些话外音可以供我们选择 那相关链接呢我也放在了描述栏 大家去描述栏找链接 可以打开跟这一起来试试 点这一个免费开始 新朋友进来呢用你的谷歌邮箱登录一下就可以了 OK这里点一个新建文件 那我们这里选择一个视频 选择中文 那我们选择一个16比9 有脚本的 选一个脚本点提交 这里写一个风景点提交 把我们的这个弄进来之后啊 把提示弄进来之后呢 我们就点一个提交 可以看到它正在帮我们创建视频 那我们看一下这里的视频已经生成出来了 给大家看一下啊 这是一个风景图啊 这个夕阳真的很美啊 这个半边天都是这个夕阳的一个颜色 那这里有柳树有花啊 还有一些飞来飞去的一些小鸟 这个场景真的非常的美丽啊 五彩缤纷的花瓣 洒落在柔软的青草上 散发出淡淡的芳香 一座古老的石桥横跨湖面 桥上藤蔓缠绕 点缀着白色的小花 这个呢感觉是不一样的啊 因为它里面还有配音啊 这个呢是FREAKY 生成出来的一个效果 那这个呢是海螺AI啊 海螺AI呢目前呢 它是免费的 它生成出来的影片呢 我们这里只需要去给它配音啊 再加上一些解说就可以了 那我这里再给大家来试一个 这里是一个在一个沙漠里面嘛 有一个飞船出现啊 还有一些一只机械战士出现 这个我看一下 点一个生成视频 那么这些呢同样啊 其实都可以用FREAKY 来生成一个生成一个视频 FREAKY生成出来的视频呢 其实可以直接拿来上传到 你的一个发视频的一个频道 比如说上传到YouTuber 比如说上传到抖音 那这里呢你只要对它 简单的进行一些更改 比如说这里的它的一个配音啊 建议大家可以使用自己的配音 这里你可以更换你的配音啊 你可以上传你自己这里选择文件 上传你自己的一些音乐 这里解说源呢也是一样的 你可以点这个按钮在左手边 在一片广阔的湖边 在这里面呢你可以选择你的配音源 可以看到这里面有一些配音源可以选 这里面呢你还可以选择你的语气语调哈 比如说你选择一个人 选择你要想要什么样的语气来解说这个视频 它里面会有啊 有平静的伤心的严重的开朗的 比如说选开朗的 把它应用到所有场景啊 进行一个选择那么这里呢它的配音呢就更改了 好了之后呢这里直接点导处就可以了 啊这个是福利克 其实福利克是很好用的啊 这个海洛A是新出来的一个APP 目前为止啊它还没有收费 如果说你视频量比较大 你会用到一个视频生成工具啊 建议大家可以来试一下这个工具 这个视频已经出来了啊 就是天上有个宇宙飞船 那一支军队出现在这个沙漠当中 哦真的非常的不错啊 还排得非常的整齐 这个沙漠真的有一种大片的这种感觉 那这个就是一次性生成出来的效果 它能达到这样的效果 那么这个AI工具还是非常的厉害了 包括沙漠当中的这个场景也是一样的啊 我个人觉得啊 这个真的这个AI工具还是值得大家一试 如果说你还没有选择到好的AI工具 那么大家可以来试试这个 还有这个视频呢 也是让我非常震惊的 大家可以看 这个真的是可以拿来做成一个电影啊 一个怪兽 而且在这个森林里面啊 雷霆般的脚步 让它地面都颤抖啊 真的有这种感觉 我试了一下这个工具啊 是感觉还是非常的不错的 建议大家也来试一试啊 那今天那小鱼的视频呢 就给大家分享到这里了 喜欢我的呢 记得订阅我的频道啊 我下期视频再见 有任何问题的话 也可以跟小鱼留言 如果说你对做视频感兴趣 你对运营YouTuber啊 新手朋友们呢 刚刚进入YouTuber的话 有更多的问题了 也可以加入这里 小鱼的一个知识星球啊 我们可以一起交流学习 对"? 新手机你是难与的